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算了 不说了 所以既然如此 今天原本就找来了一位小哥哥 为本期视频创作出财 希望你们能够以邓肯夸我帅良心发现的精神支持一下 好了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湖南趁州的女妖机事 杀害男友的案件 爱而不得 这种感觉原本向心会让很多人难受且伤心 甚至可能做出一些处格的事情 但是对抠中那个最爱的人痛下杀手且分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 话不多说 开路本期案件 半斤八两 本案的死者名叫刘俊 驾驻湖南省陈州市的驾河县 父母上全 有一个姐姐与弟弟 一家人上活得很幸福 关系也是非常的融洽 刘俊的成长过程也是顺风顺水 性格开朗活泼 读书成绩也不错 在2009年大学毕业之后 接受到驾河人民医院 藏了一名外科医生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顺利的了 可就在2010年7月22日晚上 刘俊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回到家中 没多久他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就出门了 家人起初也没有太在意 但刘俊当晚彻夜未归 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 这种反常的举动让家人很是担心 家人马上找到医院 询问刘俊是否去上班了 可得到的答复 确实刘俊已经请假 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 这让刘俊的父亲老刘生成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也不再犹豫 马上来到警局 报案了 家人们发动所有亲戚朋友帮忙寻找 在整个驾河县张贴了寻人启事 电视台滚动播放这个新闻 以及到各个宾馆酒店搜寻 他们动用了一切手段 希望找回刘俊 接着在7月25日 老刘的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一看是儿子发来的 是习书往外 打开信息一看 内容就一句话 说到爸 对不起 我很累 这种短信让老刘看的是心境肉跳的 脑海中生起了各种不好的想法 冷静下来一合计 儿子平时也不是这个状态 老刘故此断定 这个信息肯定不是儿子发来的 那么到底是谁呢 老刘脑海中出现了一个人 于是老刘带着嫁人再次来到警局 向警方说道 我怀疑我儿子已经遇害了 而凶手很有可能是他的前女友胡访 这一遍经过调查 警方也发现 出门前记得那桶电话正是胡访打来的 而从那以后 刘俊的手机就再也没有被打通过 得知这一线索之后 警方随即对身处称重的胡访展开了调查 然而对于办案人员的询问 胡访却表示自己近期根本就没有去过江河县 对于前男友的诗众也是不知情的 不过在文化过程当中 警员发现 这个胡访显然是异常的冷静 这有一些就不符合常理了 很快的在7月26日 另外一遍调查周访的警员找到了更重要的线索 就是一段宾馆的监控视频 证实了女人确实在说谎 接下来原本就把该女子视频中出现的实践与行为 就打在这个屏幕上了 在视频中出现的那个红色的丑梯像 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凭一些经验警方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在运送实体 随即警员来到这个房间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有滴落的血迹 经过检测这正是流菌的血迹 面对这一些证据胡芳开始出现了慌张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温化 胡芳终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前男友刘骏 并且肢解的犯罪事实 并在胡芳的代言之下 警方在其出租房不远处的一个废弃房屋内 找到了刘骏的尸块 那么这个胡芳为何如此呢 原来刘骏和胡芳是多年的老同学 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互相产生了好感 但为了学业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直到高考结束 刘骏被南华大学入取 胡芳考上了广西医科大学 两个人这才确定了恋爱关系 不过因为相隔两地 胡芳对这段感情显得是异常的敏感 在刘骏姐姐的刘灵的印象当中 除了胡芳 刘骏几乎没有任何女性朋友 胡芳具有很强的控制欲望 刘骏只要和别的女生多说话 胡芳就会火冒散张 他不仅会指责刘骏 还会打电话给那个女生 降其大骂一顿 时间一长 别的女同学都知道 刘骏有一个厉害的女朋友 所以几乎不与他来往 而刘骏对于胡芳这种行为 虽然也曾不满过 也争吵过 但事后他还是会选择忍耐 这让胡芳觉得自己的这种相处 方式是正确的 毕业后 刘骏和胡芳都回到了陈州 刘骏当上了外科医生 而胡芳则做了女药技师 两个人都有了稳定的工作 梁家人就开始打算要结婚了 但却因为房子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按照刘骏人的想法 他们把家众重新装修一遍 刘骏作为长子 跟父母住在一起的 胡芳表示拒绝 胡芳觉得就算是没钱买房子的话 两个人出去住房子也是可以的 而且胡芳感觉刘骏的父母 对自己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还是想与男友两个人 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其实这个问题 原本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 还有正在经历的 我相信更多的人 还是希望刮人世界的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毕竟婚姻还是两个人的 大部分还是需要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协赏的 接着说我们的案件 接着梁家人就为这个混房的事情 是迟迟没有达成一致 接着在2010年的6月18日 刘骏和胡芳再次为此事发生争吵 愤怒之下刘骏提出了分手 五天后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之下 两个人结束了这段五年的恋情 刘骏还为此致付给胡芳一万块的分手费 胡芳也当场表示不再往来 还恶狠狠的说道 我以后也不会吊死在你一棵树上 除了你我还会嫁给别人的 其实到这里的时候 刘骏人也觉得 这一次两个人应该是彻底分手了 但没有想到没过多久 刘骏就再次提出 要想和刘骏继续走下去的想法 但此时的刘骏已经是不再想继续了 严厉的拒绝了胡芳 接着符合咱们这个表题 半禁八两的案情要来了 这个胡芳为了能够见到刘骏 就瞒着刘骏帮他报考了 医师考试的自个儿 在22日的晚上 刘骏就去宾馆是拿准考证的 到了宾馆之后 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 随后胡芳再次要求复合的想法 但是刘骏还是拒绝 这就让胡芳气氛的不行了 其实这一次来见面 胡芳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如果我得不到 那就毁掉 就在前不久 胡芳利用自己的植物植鞭 弄了20粒安眠药 想这一次看看刘骏的态度 没有想到还是如此的强行拒绝 他动了杀心 他先是出门买了夜宵回来 还买了几盆饮料 借着悄悄的假意去卫生件 然后把药末加入到饮料当中 使用激将法 不让其刘骏喝 刘骏见状赌气 一把拿过饮料 咕咚咚咚灌灌了下去 接着两个人再次发生了关系 结束不久 说到这里大家觉得 是不是明白这个标题的意思了呢 借着胡芳也犹豫了一会儿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他不清楚自己是爱还是恨 但是自己得不到 也不能让别人得到 随后在7月23日的凌晨三点钟 胡芳用枕头还有棉被 捂住刘骏将其捂死 胡芳竟没有一丝恐慌 反而在刘骏尸体旁边躺了一夜 直到吃日的早上 胡芳到旁边的超市 埋好道具 皮箱的工具 肢解了尸体 然后把碎室装好之后 到宾馆门口交出车司机来帮忙 皇城市树 运到了陈轴市 转乘汽车呢 把尸体运到四线选好的抛尸地点 是一个骗屁的 废弃的农家小股 由于事件超出预计 胡芳临时向单位请假了半天 把尸块剪弹藏起好之后呢 下午立即刚往单位上班 然后利用晚上的时间 返回尝试地点 用买来的塑料薄膜将尸体装好 在一个墙角处用废弃的转头 砌成了一堵墙 将尸体藏在墙里 然后再用转头从外面砌好 之后呢 胡芳把菜刀丢弃在附近的一个草丛里面 将装尸体的巷子呢烧毁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呢 转案后的胡芳异常了冷静 7月24日呢 胡芳还参加了单位组织的旅行 次日他用刘俊的手机 给其父亲发了一条短信 就是之前那个他很累的短信 随后将手机扔进了东江湖里 在刘家人寻找刘俊的那几天里面呢 他毅然正常的上下巴直至被抓 自此案件宣告侦破 在2011年8月25日 陈州法院判处胡芳死刑 还期两年执行 这个结果让刘家人无法接受 继续上诉 最后在2012年7月31日 湖南告院二审改判其死刑 2013年2月50上午呢 胡芳被押服了刑上 执行了枪决 好了 案情说到这里啊 基本介绍完毕了 原本在PR视频当中呢 说说对这两个人关系的一些看法吧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一下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